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苗不是普通商品 在运输保管上有严格的条件要求 疫苗的销售和使用还必须获得当地政府批准 不经正常渠道进出口疫苗属违法行为 可能导致严重健康安全风险和法律后果 中国驻乌干达使馆在新冠肺炎疫苗上未获任何授权 也未授权或委托任何单位 公司等实体或个人 办理相关事宜 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备案 也无权接受备案 提醒侨胞们注意甄别 谨慎对待 另外 在乌干达印度企业中 从事承包项目的47名中国公民 近期新冠病毒核酸样本呈阳性 其中少数人出现发热咳嗽 乏力及腹泻症状 其余人员目前呈无症状感染状态 使馆第一时间致电相关承包项目中方负责人 要求项目立即停工 做好消杀 就地采取隔离措施以及个人防护工作 服用必要辅助药物助力治疗 要求项目负责人立即致电乌卫生部门报告确诊情况 近期复注地诊疗 使馆同时还协调原屋医疗队 对相关公民进行远程问诊 并进行针对性指导 并及时组织一批辅助治疗药物及防疫物资 向相关承包项目及中国公民群体提供 使馆还立即致电印度企业负责人 要求其切实负起责任 切实保障企业向下中国务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同时立即采取必要手段 做好停工 消杀和隔离及个人防护等工作 使馆也敦促在乌桥包和中资机构 严防聚集性感染 做好常态化防控工作 复航卫视综合报道 实时评论员郑浩先生 郑先生午安 你好 你好 湘宇 好 郑先生 疫苗来了 问题也来了 目前对于疫苗从接种 而且到管理方面有哪一些当务之急呢 对 这条新闻呢 让我想起大概是在一周前 那么具体时间是在12月的2号 国际刑警组织向他的192个重员国发出了全球警告 说的这个已经得到相关的一些情报 显示出呢 有国际的一些犯罪集团 正在利用疫苗啊 渗透这个到疫苗的供应 还有就是分配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链 或者是一个供应链当中 试图呢 以疫苗来获取这个暴力 那么这个提醒 这个警告呢 应该说是来得非常的急 因为我们知道呢 全球的疫情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受控 而疫苗已经成为一个最为紧俏 最为重要的一个药品 因此呢 我们看到呢 实际上有不法分子或者是一些不法的集团 正试图渗透到疫苗的供应链当中 以此呢 来获取暴力 那么这件事情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力了 中国大使馆呢 提醒的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从目前中国的官方的公布来看 并没有向全球啊 紧急的来这个提供 或者是出售相关的疫苗啊 只是对部分国家部分人 有一些紧急的一些使用 但是没有作为一种商品 和一些国家啊 这个达成一些交易上的一些买卖 或者大批的共用某一个国家 从目前的官方的消息来看呢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 所以在乌文达的华侨 应该对此呢 保持一个高度一个警惕 疫苗是一个非常啊 一个一个非常 就是从生产分配 使用上啊 是非常严格的一种药品啊 没有经过国家的授权 以及当地的监管部门的分配 与监督使用的话 是不可能在市面上 现在就会有卖的 这个呢 大家呢 一定要提高警惕 所以呢 一定要和大使馆 和当地的政府 保持警惕的一个联系 那么在获得官方的许可 以及授权的情况下 才可以接种疫苗 因此呢 这件事情啊 已经提醒了这个 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商 对此呢 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小英 谢谢郑浩先生 是打疫苗前停看 听一定要获得官方方面的 面面道取可证等等了 接下来要来看另外的消息 是美国方面的消息 美国的后任总统拜登 他8号是在特拉华州 向美国的民众 介绍自己的卫生团队成员 他说他上任的第一天 就做好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准备 而拜登还阐述了自己 在上任100天内抗击新冠疫情的 三大目标 拜登8号在特拉华州 介绍了医疗卫生团队的 七名高级官员 他们将在拜登上任100天内 完成拜登的三大倡议 改变新冠疫情 在美国的蔓延趋势 首先拜登要求美国民众 在他上任100天内戴口罩 并且将会在美国联邦政府大楼 以及公共交通设施内 强制执行 第二在拜登上任100天内 将会发放至少1亿剂新冠疫苗 第三在国会的帮助下 将让学生重返校园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in consultation with Dr. Tony Fauci we developed the first three objectives of the new initiative that I'm asking this team to complete once I'm sworn in and our first 100 days in office my first hundred days won't end the COVID-19 virus 我不能预认那 但是我们不快进入这个混乱 我们不会快进入这个混乱 它会花点时间 但是我完全确定 在100天我们可以改变病程度 和美国的生活更好 现任美国加州司法部长贝塞拉 被提名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 马萨诸塞总医院传染病主任瓦伦斯基 被提名为疾控中心主任 前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莫尔蒂 再次担任这个职位 而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在继续保留现有职位的同时 将会成为拜登团队的首席新冠疫情医学顾问 拜登表示 发放疫苗将会是美国历史上最艰巨最昂贵的挑战之一 他敦促美国国会立即采取行动 通过新冠救助计划 给予疫苗发放更充足的资金支持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据CNN现在报道了 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新冠疫苗的接种次序 除了说医护人员 美军战略武器及核武部队 也列入了优先接种类别 但是呢 美国当局暂时不会就孕妇提供这接种疫苗来建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由于初期分配的新冠疫苗不足 五角大楼已经拟定优先接种次序 55岁的代理国防部长米勒 以及62岁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和高级将领将优先接种 这不仅仅因为职级 还因为他们年纪较大 风险较高 报道说国防部将分三阶段接种疫苗 首阶段还分多个组别 最优先的是紧急医疗人员 应急人员 以及维护公共安全的人员 包括警队 搜救队 及消防队 退伍军人院设也属于这个类别 其次是住院医护人员 协助防疫的国民警卫队 及后备役部队等 之后是重要国防部队 包括战略武器及核武部队 本土国防力量 以及特种作战司令部和网络司令部等 高级将领及精英部队完成接种后 下一批是未来三个月将有调派任务的军事民职及承办商人员 接下来是其他非关键的国防部人员 第二阶段及第三阶段分别是高风险群组 以及健康的军装人员 面对疫苗供应紧缺 美国政府推动疫苗生产的取述行动首席科学顾问斯拉维表示 美国将在明年二月有第三批新冠疫苗 白宫新冠疫情工作小组警告 在一亿民众接种疫苗前都不能减慢疫情扩散 这意味着是明年春季后期之前 死亡率及住院率都会高起 对于纽约时报报道 特朗普政府为了使疫苗来源更多元化 曾在今年初拒绝辉瑞药厂提供超过一亿剂疫苗 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予以否认 另外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表示 可能没有足够数据建议孕妇是否接受新冠疫苗注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看这份数据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个案已经超过了6,856万期 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156万人 全球的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是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了1559万 而死亡的病例已经突破了29万 在巴西疫情反弹也在增加了5万人感染 而累计确诊超过了667万例 阿根廷方面死亡人数已经突破4万人 欧洲累计了1800多万人是感染了 而当中俄罗斯占了251万例 法国236万例 而意大利英国西班牙三国都超过了170万例 人口大国印度呢 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973万例 不过当局或许会批准使用一些新冠疫苗 首批的疫苗预计可以让3亿国民受益 伊朗连续一个月日增破万 而且确诊的总数已经增加来到了106万例 超过了5万人死亡 至于土耳其方面 疫情还是很严峻 连续一周每天都增加超过3万例 而累计确诊逼近90万 继续来看美国相关消息 美国的后任总统拜登 他计划任命退役的四星陆军上将奥斯丁 为国防部长 但是有美国的媒体报道任命在民主党内遇到了阻碍 67岁的奥斯丁在2016年退役 按照规定军官退役后至少7年才能担任国防部长 如果想要顺利成为国防部长 奥斯丁需要获得国会豁免 不过有民主党人表明对豁免有保留 特朗普2017年上任时提名的防长马蒂斯 当时同样未退役满7年 取得国会豁免才能上任 不少当时支持确认马蒂斯提名的民主党人 都表明无意再次给予退役军官豁免 认为国防部需要由文人领导 当中民主党参议员军事委员会成员布鲁门萨尔强调 需坚守文人领导国防部的原则 这对民主十分重要 因此不支持豁免奥斯丁 民主党参议员军事委员会成员沃伦则称赞奥斯丁的资历 并表示希望与他会面 但他同样反对豁免 他说当年反对豁免马蒂斯 现实也不应放宽豁免奥斯丁 民主党参议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李德 2017年便说过 豁免退役满七年的许可 不应在一个世代内出现超过一次 他不会再支持为未来的提名人给予豁免 但李德近日说 为公平起见 会给被提名人表达意见的机会 李德也称赞奥斯丁是一个非常有资历的军官 他为国防部贡献良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联合国大会在8号是召开了海洋和海洋法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发言表示 疫情下全球应该要携手建设高质量的海洋治理体系 要消除海洋赤字 国际法庭也需要谨慎处理海洋争端 联合国大会8日举行了海洋和海洋法的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会议上发言表示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 各国更需要在此时此刻携手建立更高质量的海洋治理体系 努力消除全球海洋治理的赤字 在陆海统筹 河海共治 海洋环境保护 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上面发展合作 我们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不断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规则 努力消除全球海洋治理赤字 善意准确完整的解释和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是海洋合作与治理的基础 对于公约未雨规定的事项 应坚持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 耿爽表示 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有关于生物多样性和海底资源开发的国际协定制定节奏放缓 中方仍在积极参与有关会议的讨论 并对相关的机构寄账资助 中方认为 在关注协定出台的同时 各国也应该关注协议的内容 确保在深海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中维持合理的平衡 耿爽还表示 国际海洋法庭在处理陆地或海洋争端的外大陆架滑溅案时 需谨慎地处理 并严格遵守意识规则 充分尊重国家同意的原则 以便达成最终和长久的解决方案 国际海洋法法庭应严格遵守国家同意原则 充分尊重当事国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 促进争端的最终和长久解决 大陆架界线委员会应恪守独立专家机构的定位 严格遵守委员会议事规则 审慎处理存在陆地或海洋争端的外大陆架滑溅案 副后卫视 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导 马上回来还有财经消息 待会见 欢迎回来来看到的是财经消息 由于说这市场很憧憬 美国将会推出新的刺激经济措施 这也连带带动了亚太地区的股市今天普遍向好 日本股市午后上升超过1.1% 韩国股市更上升接近了1.5% 台湾股市则小涨超过了0.2% 至于内地的互生两市 走出了分化行情 户指中午市报在3412点 上升了2点 升幅不到0.1% 而半日成交是落在1833亿元人民币 升程指中午市报在13903点 您看下跌了70点 跌幅0.5% 而半日成交是2551亿元人民币 想要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是高开了205点 最多的时候上升了362点 从上10天和20天线 而科技股表现领钱 恒指中午市报在26636点 上升了331点 升幅1.26% 半日成交725亿元人民币 应该说到是725亿港元 再关注到是由于说到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的影响之下 内地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超过11年来 首次跌入了负值 而工业品价格跌幅持续收窄 通过国家统计局公布 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按年下跌0.5% 比10月份回落一个百分点 低过市场预期的持平表现 也是2009年10月以来首次陷入通缩 当中去年价格变动的撬尾效应影响为0 轻涨价影响则为-0.5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转跌2% 当中猪肉价格按年下跌12.5% 降幅比10月份扩大9.7个百分点 并影响CPI下降大约0.6个百分点 鸡蛋鸡肉和鸭肉价格也下跌一成或以上 鲜菜和鲜果价格则保持上升 非食品价格也由持平转跌0.1% 当中汽油和柴油价格跌幅都下跌接近两成 国家统计局陈世思高级统计师董立娟指出 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 加上食品价格转跌成为带动CPI油涨转降的主要原因 但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继续保持稳定 按年增长0.5% 涨幅已经是连续5个月相同 旅游淡季出行减少 使机票旅游和宾馆住宿价格按月都有所下跌 而冬装新品上市服装价格按月有所上升 至于反映上游生产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按年下跌1.5% 是连续第10个月处于萎缩区间 但降幅比10月份收窄0.6个百分点 表明工业需求回暖 按年计算 多个主要行业价格降幅都有所扩大 当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以及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的降幅较为显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新疆消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说到 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实施让香港法纪和秩序得以恢复 强调企业应该要把握着良好时机 投资香港 林郑月娥8号在华尔街日报的首席执行官委员会峰会上表示 近期有很多对香港不公允的评论 显示不少人未有充分理解一国两制 基于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绝不能偏离一国原则 林郑月娥表示 去年6月香港发生连串试毁事件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才制定港区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 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的安全程度得以提升 现在是到香港营商的最佳时机 指香港是在内地做生意的门户 不少企业欢迎加强安全措施 台湾方面的消息 在8号是新增了两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而其中一个人是50多岁的浙江台商 为近10个月来自大陆入台首个病例 由于反台12天才发病 而且病毒量很高 台湾的疫情中心就推测 可能为当地机场的群聚感染 也并不排除是本土个案 台湾内部新冠肺炎疫情稳定 已经超过200天没有本土病例 但8号新增的确诊个案中 有一例是从浙江返台的台商 由于是在入境12天后 居家检疫期间发病 且裁检结果病毒量高 指挥中心不敢大意 发生症状是在12天 第12天的时候 那当然是有可能是 还在从境外的潜不及之内 那你说他有可能本土感染 也是有可能 这名台商是在11月22号 从上海浦东机场转机返台 当时机场曾发生群聚感染 指挥中心也推测 可能当时就受到感染 目前已经进行病毒培养 厘清基因序列是否与大陆病毒株相似 不过一届研判 本土感染的几率高 那第12天发病已经超过 绝盗部分的潜伏期 98%的人潜伏期是最长是11天 所以呢 他只有2%的机会是在登机前就被感染 再来是他的 他的呼吸道的病毒的量 他的CD值一次是15一次是17 这两个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两件事情都告诉我们说 他应该是在台湾被感染的 医师认为台湾内部应该还是有潜藏的病毒 从机场到检疫旅馆都可能是防疫破口 呼吁官方加强控管 防堵疫情爆发 凤文卫视张稍兵王世凯 台北报导 同学感谢您的加入 祝福您午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